但是千万不要在机场的一楼换 因为汇率极差 大家通常如果你真的要换的话 要在机场换就是会在 如果没有使用快速通关 就算你前面只有一个人 你也可能会等到10到15分钟 甚至30分钟以上 那个骗子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20块泰铢再你去就是附近游玩 大玩 现在如果你跟亲朋好友说 你要去泰国玩啊 他们一定都会说 那你应该很危险吧 那这一集呢 就要来分享说 我去泰国的行前准备和注意事项 让大家去泰国的时候可以更顺利 首先先分享泰国的天气 泰国天气呢 它分成热季、凉季跟雨季 就是没有冬季 对 年平均温度呢是28度 一年四季都很热 那最舒服的月份呢 是11月份到2月 二是泰国的穿着 我们第一次去泰国呢 是去普吉岛 那这一次呢 就是去曼谷跟北壁服 我们都是穿短袖啊 短裤啊 或者是无袖 因为真的是很热 我们又很怕热 泰国的天气呢 它的热是属于干热 不像台湾是湿热 所以是至少热起来 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如果你穿长袖去的话 应该就会很崩溃 3.泰国必备 去泰国我们一定会带 刮沙板跟万金油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 就是原地中暑 很不舒服 然后后来就是在现场买 那个刮沙板跟万金油 自己稍微舒缓一下 这是怕热人要注意的 那雨伞也是必带 它不只可以防晒 也可以遮雨 那泰国的雨呢 都是下的很临死 但是不会下的太长 所以是雨伞也是可以带的 那防晒的话就是 记得带防晒乳 防瘾的话也是可以带 因为它那边 有些比较偏僻一点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丛林啊 树木啊之类的 是 是泰国的签证 那之前去泰国呢 都是要签证的 我们去的时候是10月份 也是要签证 那现在呢政府已经有说 去泰国免签了 时间是到2024年的5月10号 那后面要不要再签证呢 就要等到时候的公告 那你现在呢 就可以持台湾的护照跟机票 就可以免签入境30天 就是省下1200块的签证费 那如果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已经没有免签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的签证是在KKDAY上面购买的 很简单 其实你就购买完以后 KKDAY会联络你 把你的护照 还有你的照片 寄挂号给他 我们使用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时间也是非常的快速 我们认为在一周内就拿到了 不管你是签证还是免签呢 我们都会建议你去使用 泰国入境时候的快速通关 这个快速通关呢 我们也是在KKDAY上面直接购买的 根据网友的分享 如果没有使用快速通关 就算你前面只有一个人 你也可能会等到10到15分钟 甚至30分钟以上 速度会偏慢一点 那如果你是使用快速通关 就像我们这次使用快速通关的话 它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一个人大概是3到5分钟 就过去了 非常的迅速 所以说我们这次入境使用快速通关 是完全没有等到的 那基本上就是你购买完以后呢 会有快速通关的人员加你的LINE 并且在你要去泰国前几天跟你确认 还有当你到达泰国机场的时候呢 他也会跟你说你现在登机门是在哪个登机门 那要走到哪边跟他会合 我个人觉得这个服务是还蛮不错的 在这边就是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们的行程是比较紧的 那怕时间上面会有耽误的话 这个快速通关真的是必备 有需要的话就是点开影片的资讯啦 下面都有哦 第五个就是入境泰国攜带的金额 那你入境泰国呢 海关会随机抽查 你们每个人身上有没有2万块以上的泰铢 每个家庭4万块以上的泰铢 等值货币就可以了 像是美金啊台币啊都可以 不一定是要泰铢 虽然说以我们的经验还有网友的经验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百分之以上 不会有人去抽查你身上真的有没有带那么多钱 但是也有网友分享 是真的有人被抽查到 然后身上只有带几千块 等值的现金 然后整团被遣返 对所以还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个人的建议就是 规定是什么就做什么 对就做什么 像我们这次就直接带10万台币 大家身上超害怕的 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可以刷卡 刷卡部分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说 第六个呢就是泰铢换汇 泰铢在台币换呢是很不优惠的 所以大家都是到泰国当地去换 那你到泰国当地呢 走出机场其实就可以换了 但是千万不要在机场的一楼换 因为汇率极差 大家通常如果你真的要换的话 要在机场换就是会在B1的那个 绿色跟橘色那里兑换 你要搭乘机场快线的那一楼 我们那一天看呢 绿色跟橘色的汇率都一样 就算我们走到BTS站 外面的那个换汇的地方呢 价格也还是一样 你也可以在市区上找看看哪一家 就是汇率比较好 但是我们出国不会想要为了换汇 而去花时间在这一块上面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可以我们就换了 我们知区栏也会提供连结给你官网 上面就跟你说在曼谷市区 每个换汇点它的汇率是多少 那其实当下我们在机场的B1 还有我们在BTS站换钱的时候呢 我都有先check过 其实价钱是差不多的 它价格一个是1.12 一个是1.12几 以这样换算下来 因为我们第一次是换1万块台币 再加上200块美金 第二次是换1万块台币 那这个汇差差下去 可能就是几十几百块钱而已 我们个人是觉得 你花时间去找这个换汇点 多换这几百块钱 我还不如就近找到了一个 还不错的 是顺路 我不需要花额外时间跟车费过去换汇的 我们个人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就比较不影响行程 第七个就是泰国必备的信用卡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在泰国的必备信用卡呢 以目前我们在2023年10月去泰国的这一段旅程 我们最主要是使用 台新的玫瑰卡跟飞狗卡 那为什么会使用这两张卡呢 因为它在国外就是不分国家都有3%的现金回馈 那比较值得一提是 当初我们以为 我们刷卡的金额就跟在台湾换汇的金额一样差 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额外去研究这一块 那我们会发现这个是因为我们在旅程中有去做Grab 就是泰国轿车APP 发现它的汇率其实跟我们在泰国换汇的汇率一样 甚至更好 因此呢 我们后来就开始拼命的刷卡 那在泰国呢 除了刷卡以外 你也可以使用LinePay 那必须要注意的是 它的LinePay呢 如果你是要给店家扫码的 因为它的扫码条跟台湾不太一样 那根据网友分享 你必须要先登出再登入切换国家成泰国 那个条码才会是对的 才可以给店家刷 那我们的话是有在MRT买票的时候 就是使用Line的扫QR码的方式 有成功付款 所以如果你是用扫描的方式的话 你是不需要登出的 可以直接用LinePay来付钱 那我们去泰国十天九夜啊 信用卡刷卡是刷了15628台币 现金花了18250元台币 现金花比较多呢 就是因为以为信用卡回馈不划算 所以刚开始都花现金 后来发现说信用卡比较划算 我们就开始矿刷信用卡 但是现在还是剩下很多泰铢 我们带10万块台币去 只换了2万台币 然后大概还剩了快1万台币回来 我们两个真的是 每天都提心吊胆 每天背着10万块钱到处跑 那第八个呢就是泰国的语言 你去泰国啊 基本的简单的英文或者是单字 就是对方都听得懂 通常按摩店跟饭店的话 就是英文就可以比较流畅的沟通 那如果你真的是 英文泰文都没有办法 对方也听不懂中文 就是使用Google翻译 那你Google翻译就是不要使用 太复杂的文法跟句子 你就尽量单字啊 或是简单的句子这样子 对方才会看得懂 第九个就是泰国的饮食 如果你肠胃跟我一样很不好的话 你很需要注意一下 泰国的饮食就是超甜又超辣 那我肠胃不好去那10天 其实还蛮痛苦的 后来还拉肚子 不是食物不新鲜 是因为他们食物都是油辣 而且是非常重的那种 对那我肠胃受不了就开始拉肚子 那拉肚子呢 他们就是有Seven可以买的那个肠胃药 它是竹炭的胶囊 我好像吃了3颗吧 就差不多解决了 那泰国的饮料呢 不管是什么果汁啊 还是拿铁还是咖啡啊 他们都很爱加糖 所以如果你不喝糖 跟我们一样不喝糖的话 那你就会要跟店家说 no sugar 那如果你不敢吃辣就要说 no spicy 因为之前我问他的时候 我就英文跟他讲说不要加辣 他就no spicy 我就说对 所以之后我就讲no sugar no spicy 在那里沟通不是要表达你的语文能力有多好 对去日本也一样 就是不要想说我要来表现出我平常英文的水准 有多强 一点用都没有 你表现越强他越听不懂 对 不一定每个人的语言能力都一样 而且我们不能期望日本人泰国人还是什么国人 一定要会英文 对 毕竟我们到他们当地 我们反而应该是要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 对对 因为我们没办法知道那么多语言嘛 我们就用最能沟通的方式就好了 所以不要太注重于文法 那泰国呢榴莲是必吃的 但是他饭店啊有些是不给你吃榴莲的哦 如果你吃榴莲被罚钱是要罚钱的哦 还蛮多不能吃的 因为很臭 第四个是泰国喝酒 因为去泰国大家其实还会蛮常去喝酒的 因为是像是去酒吧有的没的 那他们的卖酒的时间呢是有限制的 他们就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 还有就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12点 是他们就是合法的卖酒时间 其他时间是不可以买酒的 第十一个就是泰国寺庙的礼仪 泰国的寺庙都是对服装比较有要求 就是不能无袖啊 短裤啊短裙啊 或肉腰肉肚子有的没的 所以你有安排就是寺庙的行程 就是要自备那个围裙还有长裤之类的 如果你没有的话现场其实也都买得到 因为我们很怕热 所以我们都不想穿 所以都是去现场 那像刚刚说的这些寺庙 或者是一些比较历史性的观光景点 他可能会有服装上的要求 基本上他们都会有官方的人在那边 租你或者是卖你 我们是宁愿去那里买货租 比较不想要就是路边有人拦我们 然后我们去买 因为又怕被带到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第十二个是泰国的小费 泰国有人说有小费文化 但是也有人说没有小费文化 我是不是太清楚了 但是我知道说他们收到小费都很开心 他们不会主动去跟你索要小费 因为我们这次的经验都没有 但是收到他们都是很开心的 小费的话要给纸钞不要给硬币 有时候给小费啊 你还要获得更好的服务哦 因为他们怀着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那怎么办 第十三个是泰国的机场退税 那在泰国呢 你在付钱的时候呢 你是付有含税的 在跟三家付款的时候呢 你要跟他讲你要tax refund 在这边你要先确定这个商家 他在门口或者是在他的店内要有标识 Bad refund for tourists 如果你没有看到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在购买前 直接去问店员 Do you have tax refund 或是直接讲tax free 那他会跟你讲有跟没有 那在购买时呢 假设你在这个店 你要超过2000块泰铢 你就可以退税 退税的话呢 他会给你一张黄色的单子 像我们在Big C 就有一张黄色的单子 是拿来退税的 那或者是在百货公司 他们就是打在一张很像 那退税他的要求就是 在这个商店 你这次结账要超过2000块泰铢 而且你这些商品 要在60天以内离近泰国 那你就可以退税 那退税呢 你可以选择就是退回信用卡 或者是拿现金 因为退回信用卡 我不确定说 如果中间又遇到什么问题 你要去追起很麻烦 我是选择直接拿现金 反正这个不是我这辈子 最后一次去泰国 对 现金都可以用 所以拿现金是最直接 最方便的方式 第14个就是泰国必备的交通卡 那这次呢 我们在泰国是使用兔子卡 因为兔子卡呢 是主要是杀成BTS的 最主要的交通卡 兔子卡本身一张是100块钱 里面含50元的押金 跟50元的制卡费 如果你要把卡退掉的话 他只会还你50块 那他的使用期限呢 是5年 除此金额的期限是2年 如果你有在期间有使用 他就重新计算2年这样 那他除此最高的金额上限是4000块泰铢 因为现在泰国 他就是怕你用兔子卡洗钱 所以如果兔子卡都变成实名字 你在除职的时候呢 或购买的时候呢 都需要出示你的护照 我们通常都是在 BTS站的柜台去除职 对 那这次兔子卡呢 我们是在Keluk上面购买的 那购买连结呢 就在影片底下的资讯栏 第15个就是泰国的计程车 在泰国啊 搭计程车到下一站的景点啊 我们都不会在路边栏 因为在路边栏很容易 两倍的价格起跳 就是价格都会让你觉得 哦 怎么那么贵之类的 我们是真的有在路边试着蓝 然后真的是被当盘子喊 所以我们都是使用APP来叫车 相对安全价格也相对合理 那这边我们就推荐两个 我们在泰国很常使用的APP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Grab Grab它是一个国际型的叫车平台 就是很多其他国家 都有Grab这个APP可以叫车 那它优点呢 它的车辆类型很多 也比较容易叫到车 缺点呢就是 价格越来越贵 你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订单 就是当你已经叫到车的时候 因为司机有可能会取消你的订单 不过我们这次的10天旅程 是没有被取消过 对 司机都很执意要载到我们 甚至我们都很想取消 他还是不取消 那我们想说我们不要那么急车 所以我们都等 再久我们都等 我们有一天从白天等到黑夜怎么办 那第二个呢就是Bolt 它是另外一个泰国 比较新的一个轿车APP 它有越来越进步啊 之前的网友分享就是 它只用现金啊 然后它的不安全什么之类的 但这次我们使用呢 觉得它有变好 那它的价格呢 比刚刚的Grab还便宜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后来发现Bolt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恐怖 以后我们疯狂的叫 第16个就是嘟嘟车 那一样 在泰国的曼谷路边 你直接拦嘟车的话呢 通常是被当盘子在学 也是两倍 那后来就是看到有 比较常去泰国的网友分享 可以使用这款很新的 嘟嘟车的轿车APP 它可以在上面叫车 而且价格都是透明的 你在叫车前都知道 这趟车这是多少钱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 被当盘子坑的问题 不过它的价格 通常都会稍高一点点 但我觉得你被坑一次 可能那个价格也不止 它唯一个缺点就是 它注册它必须要有 当地的电话号码 所以你在去泰国的时候呢 你所使用的电话卡 或者是eSIM 要可以接收简讯 你才可以使用这个APP 那第17个就是泰国的注意事项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泰国的偷窃事件嘛不少 所以我们去10天包包都是背在前面 而且我们都是背后背包 我们不背那种很小的屁力要包 因为你背在前面的话 爬手就知道说 你的钱就是放在这里 反而更容易背头 所以我们都是背后背包 背在前面 后背包它有拉链 它会有两条绳子的东西 我们就会把它交叉 交叉以后再用扣子去把它扣起来 或者是你要用什么都可以 反正就是再多一个东西把它扣起来 让那个爬手很难去爬 也不想爬你 因为连你自己都不想去打开那个包包 太麻烦了 但是就是非常安全 我们去10天就是平安归来 虽然块钱一毛不剩的在我们包包里 对 这个逻辑就是 你越难从包包里面拿到东西 小偷就越不会来偷你 然后你要把所有的困难 都放在包包的外面 让小偷知道说 你这个家伙钱偷不到 很难偷 他就不会来弄你 因为在泰国他不是用抢 他是用偷的 还有就是泰国会有陌生人来打散你 他通常就是会想要说 你是哪一国人啊 我想要看一下你们那个国家的货币啊 然后他就会请你拿出你的货币 让他看 千万不要理他 就是在你拿出钱包的那一刻 他就会把你的钱给瞬间掏走 然后就被数在那边看 哦长这样之类的 然后就趁机摸走几张钞票 然后再还给你这样 所以最好都把他们当空气 以我们这次在泰国10天的经验啊 除了在BTS站或者是机场 那个工作人员主动来就是关心你 看你是迷路以外 在什么外面的Seven啊 外面的路上跟你搭战的人都是不怀好意 对你就把他自己当成耳聋 对你就不要理他 也不要跟他起冲突就直接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大皇宫 就会有人在那里说 哦大皇宫今天没开啊 我今天可以用嘟嘟车20块泰铢 那个骗子就是让跟我说的 20块泰铢载你去就是附近游玩 然后哪里可以拍到漂亮的大皇宫这样子 然后叫你上车 你千万不要理他 因为他会把你站去奇怪的地方 然后叫你消费 你不消费就不让你回来之类的吧 结果我们都没有去 反而还问他说 请问厕所在哪里 他还带我们去上厕所 那我拉舌拉太久他就走了 对 然后他说他是当地的老师 他在等他的小朋友出来之类的 反正就是不要理他啦 都是骗人的 我们这次去泰国啊 其实也没有像大家说的这么危险 你就是要注意不要走暗像 不要去复杂的场所 不要理会陌生人 包包永远背前面 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安全 我们这次就是都很坚持 这几个注意事项 然后永远都要保持 至少有一个人是清醒的 就如果你在外面的话 对 这一次疫情去泰国 我觉得比我之前去的话 泰国人好像更友善 你去疫情前吗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普吉岛 然后机场的那个柜姐 其实蛮不友善的 这次去曼谷回来 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人都很好 没有说什么 司机去砍你的单啊 就是各种大家说的负面的 我们全部是都没有遇到啦 如果你真的有危险呢 就记得寻求协助 我们就会放上就是一个 可以让大家打电话 去寻求协助的专线 那其实你在泰国当地呢 你可以打他们的 有观光警察电话 就是1155 有中文英文泰文三种语言 然后24小时服务 我们打过一次 就是车子被A的时候 想知道细节可以看我们之后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有去泰国的经验 想要跟大家分享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